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那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這一集是天氣節 最後一關決戰持有 那麼就馬上開始吧 啊 那 那是 我 我的天啊 那就是魔神持有 真沒想到居然屋子巨大 那確實是持有沒錯 我可以感覺得到 他正在看著我們 我 好 好可怕 九弟之冤 他果然是在這裡休養生息 九條流星巡海的冰川集結於此 宣傳最深處的陰氣局局之所 難怪在短短時間之內 他就已經恢復到這種程度 照這樣子看來 一旦浩尹進入天頂 他不用半年 竟然真正復活 今天掌門若不能再遲 將持有真正消滅 只怕人間隨即會火於神望間的戰火 不 持有是能天地征風的太古魔神 事實上是沒能真正消滅他的 這麼忍住了 就是趁他的力量 尚未完全恢復之前 毀他那已復生的神體的語言破 並他退入尋海之底 再次沉眠 雖然他能再次局棄協力復生 但那 也卻已經千年的時間了 要全失去看 翻書下 就算兒端到了這裡 你們生個國無嗎 那 聲音 那誰有在說話 三千年了 自從可恨的玄緣皇帝 借神經之力將武斬殺以來 但烈戈粉滅無敵 封印武魂金雙腳 令武魂魄失去復蘇之所 只好在究明之間遊蕩 獻得數千年一回的天積之助 才特意在懸海之中 重新凌聚遠坡 無在這三千年間的痛苦與怨恨 加上無意足慘遭追殺破壞 被感情有度不見甜蜜的神仇 就算殺光這人世上 所有的人也不足為報 經過了久遠久遠的歲月與等待 如今與等待多年的時刻 終於來臨了 休想當年的混沌之勢早晨過去 像你這樣的邪神 如今已有龍身之處 你還是乖乖地回到幽冥中成眠吧 哈 祝之死活的嫡輸下輩 也敢向無狂飛 zak 周經 懸遠皇帝倒成皇圖 神劍的繼承者,真力未成 即使神劍在此,也不足為懼 前日,就先拿你們來寫記 順便,也會經後頭命人士,記起立 是吧,這自身自寒的玄海冰淵 正是你們最佳的墳場 請家人,要不要家人 我愛你,真正峻 我來不見面 是,真正的路 我來不是很安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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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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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他现在 但是 就 好姑娘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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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